6月28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宣布,经过三个小时的会谈,土耳其同意芬兰和瑞典两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的申请。 尼尼斯托表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三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三边备忘录,确认土耳其将在本周的马德里峰会上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我们加入北约的具体步骤将在未来两天内得到北约盟国的同意。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瑞典首相安德森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都将参加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会议由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主持。 尼尼斯托表示,这份三边备忘录强调了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对彼此安全威胁给予权力支持的承诺,芬兰成为北约盟国将进一步加强这一承诺。 在马德里北约峰会召开之前,七国集团峰会在巴伐利亚2·卑斯山结束,并提出了一项要求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的政策。 在拜登和其他北约领导人寻求遏制俄罗斯之际,普京希望巩固自己在海外的影响。 纽约时报28日称,目前已经持续4个月的对俄制裁并未削弱俄罗斯的侵略性。 28日,普京前往塔吉克斯坦参加中亚国家峰会,希望这次会议能够缓解他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被西方孤立的局面。 此次塔吉克斯坦之行是普京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海外之行,这是普京展示俄罗斯信心的举动。 拜登支持这两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认为这两个国家的迅速加入对普京来说是一个挫折, 因为这意味着北约的扩大,对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安全影响更大。 但北约是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运作的。 此前,埃尔多安表示,他将对芬兰和瑞典的成员资格行使否决权, 因为这两个国家对库尔德人的立场令土耳其不满。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拜登28日与埃尔多安通了电话, 之后他们将在马德里举行面对面会议,讨论两国的共同利益。 但是沙利文表示,拜登并不打算在芬兰, 瑞典和土耳其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 俄罗斯淡化了马德里峰会的重要性, 根据纽约时报28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莫斯科一直预料北约会增加在东欧的驻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